这一盘都是牛肉 来了 你喜欢的扇鱼又来了 这个扇鱼一定好吃 这个是西班牙的猪肉 这个是后切的牛舌 烧烤版的糖醋排骨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虎皮青椒 虾来了 我们去了壳 去了虾线的虾 紫浆味道的川外的甜鸡 我超级爱吃这个 我们家是不同食材 然后不同的调味 有鲜货两个字 就实在是太有食欲了 就生了他的朋友人 那这个 这个是蒜香味的牛肉 可以烤四种不同的口味 可以 黑胡椒的牛舌 好吧 纸浆味的青蛙 要得 这个是西班牙的最好的猪肉 好啊 你要吃虾吗 可以 我想吃鳝鱼 再搞点鸡肾 可以帮我们配点酥汤 可以 来 我们坐下来聊吧 我们这条街 你看它就是很成都很老的一条街 然后我们这家店的话 还是比较有特色与众不同的 我们这家店每天只有五个小时不营业 白天的时候我们早上六点钟 六点钟开始 对 我们成都这边推了修的那些大爷们 他们就在这上班一样 溜一溜一鸟打打牌 大概会在下午的五点左右 他们就下班了 下班了就卖烧烤 对 我们卖到十二点钟 下午不搞一桌麻将 必须的 打着刚刚才走 我是真的十一二年前 我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 真的带我到公园里面去看 一百多种麻将 一边打着麻将一边踩耳 你知道吗 就这种盛况是非常壮观的 说的我都想退休了感觉 然后他们这边他们的大爷是怎么玩的吗 比谁来的早 我们就赶晚吧 最晚的就可以直接翻台吃烧烤 哦 那也不错 对 好难哟 所以我们都会根据老年人的口味 去设计一些菜品 就老人的口味要坚固 对 有一个婆婆八十多岁 她吃了我们烧烤 她就这样迎着我脸揪了一下 她说她说汤月 我这边只吃过一次烧烤 她说你烤的 我在门口我就吃不了了 我就 就 哭了 对 之前没吃过烧烤 就没有 你要爸说从来没有吃过烧烤 因为刘兴起烧烤的时候 她已经年纪大了 对 在她这个年纪第一次吃到烧烤 就是你烤的 对 所以待会儿我们给你上菜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我们对菜品的设计上 是满足了老少皆宜的 哇 这一盘都是牛肉 来了 来了 你喜欢的扇鱼又来了 这扇鱼一定好吃 这个是西班牙的猪肉 这个是后切的牛舌 烧烤版的糖醋排骨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虎皮青椒 虾来了 我们去了壳 去了虾线的虾 紫町味道的串味的甜鸡 我超级爱吃这个 嗯 嗯 哇好香啊 这个就是很脆爽的 在爆汁的猪肉 好吃 嗯 这个唯独不辣的里面 我觉得好吃的 嗯更香的更香的 凉果的 哦 哇 恭喜你你吃到的剑木味 打开了 打开了通透了 掀起你的头盖 我刚刚半困 现在一下醒了 那你要坐他车才醒的 啊他开车过来的 一直怎么给磕头啊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都是交通有一点堵 是 主要是因为交通有点堵嘛 不是因为我的车子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哪个是招牌 都是 哎 但现在我们有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要从你家里 就选出一道 去参加我们明天有一个 这个串串的一个活动 一道啊 我都宠爱的你要让我选一个 好久见哦 有点狠哦 有点狠哦 那个八十岁老奶奶她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揪着你脸 偶片 哈哈哈 她是吃了牛肉的她牙口很好 就这一盘里面香辣味是绝的 香辣味是好吃 嗯 是吧 我也投他 但我还是喜欢吃原味的 我喝哈哈哈哈 你可以叫我哈哈 哈哈 我喝哈哈 你也喜欢吃这个 你要想到明天我们来 经常很多人带孩子啊 这边的孩子们也很爱吃了 哈哈哈 他们从外地来的 感觉你就是这边的孩子们 这个扇鱼看起来好像是 会是第一个比较经验的那种 扇鱼就是黄扇是吗 对 扇鱼还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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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很好吃 目前来说惊艳的还是 我感觉扇鱼 扇鱼好吃一点 我喜欢 挖山盛 啊 选一个 问题轮到你了 我喜欢扇鱼 扇鱼 扇鱼和 扇鱼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刚才选了几个 一个 那我们选了两个 我们也去掉一个吧 我们选这个 牛干巴 好不好 这个好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相信我 那这里再来一个 来一个朋友们 我觉得这两个食材 其实不是那种 特别常见的食材 所以它是有代表性的 串鱼地区非常爱吃扇鱼和泥丘 对 专门有扇鱼火锅 那就扇鱼呗 给他使个名字不能 只叫扇鱼 扇鱼 寻寻扇鱼 好好好 扇扇鱼人 扇扇鱼可以 她挺可爱的 扇扇惹人凉 扇扇鱼人 扇扇送清凉 扇扇送清凉 对对对扇扇送清凉 行 顶不住牛筋 扇扇送清凉 你们那个叫做 我们叫做 喔牛肝巴叫 叫什么呢 哦 boo 牛肝巴 牛肝巴是 nic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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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